手臂上常常移到傷疤 大約10公分 至少縫了7圈 略顯紅腫 家長控訴 就讀國中的孩子 因為手臂上的這個傷口 到了保健室 一再追問才發現 這是同學拿著彈簧刀 化傷的 都要欺負他 標榜貼合手掌設計 防滑造型 這把折疊刀 就讀國中的男學生 上購物網站消費取得 家長PO文控訴 而且當時就坐在同學的旁邊 對方從口袋拿刀出來 把孩子的手一拉起來 就劃了下去 根本來不及反應 看了監視器畫面 令人錯愕 這個部分也不足 我們希望能夠積極的 導正他的偏差行為 加入一些輔導的資源 那是少年好奇而至 購物網站而購得 也是第一次攜帶著學校 化傷國中生的男同學自稱 網站上買到了刀 想要試試看 封不封利才會帶到了學校 家長慶幸 知識化傷了手臂 沒有傷及重要部位 目前家長已經提告 但是校園安全 誰能夠把關 更讓他們感到憂心 3D新聞網上有注意到